大家好 又看我今早早晨 都知道我發了一個熊貓夢 現在就來到熊貓樂園 大位的熊貓樂園 阿Wing 你好 Hello Matthew 你好 其實今年 蝦仔的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你面前見到這一對熊貓 Hello 大家好 是的 另一隻是白面黑圈 另一隻是黑面白圈的兩個版本 或者阿Wing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隻熊貓有什麼特別呢 這隻熊貓呢 因為其實上一代的熊貓 那隻好像Polyman款 就買得很好的 大人介紹完這個牌子 知道有這個款 很多人都經常找到 但已經不再出的了 是 那很多標迷都經常問我們 什麼時候會出熊貓 我們就經常跟德國老闆 黑仔爹地說 什麼時候出熊貓 很多人應該捧場的 那他就最後做出了 這隻手上鏈的熊貓款 是的 其實呢 我最近都有留意到 很多社交傳媒都開始 投資熊貓的相片 或者是一些影片 我看到有一小部分的標迷 第一個反應就是貴 那其實你們是賣多少錢的呢 這隻黑仔 我們賣的特價是9000多元 是9000多元 一隻瑞士製造 還要在瑞士機芯 做了一些改動的計時標 那些人都說貴 那我真是無話可說了 Matthew 或者你和大家說 這副機芯有什麼特別意去做了什麼改動呢 那這副機芯呢 是高級打磨機芯來的 有日內亞打磨直線 那也都有 旁邊有些魚龍腳板打磨 燒藍釘螺絲 那要特地拿走了一個桌子 再改到這麼漂亮的機芯 再打磨 坊間很多瑞士牌子就很貴 但是它其實 9000多元 我們覺得是超值的 是的 最重要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它加多了一個道處輪 那如果一隻公容浴 那個計時瑞士機芯 其實都有個價格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那如果將一副 計時瑞士 計時的自動機芯 抽起一個桌子 加一個道處輪 再做這麼多 甲板的打磨和輪文 我就覺得9000多元 是超值的 這隻熊貓 所以我第一時間 阿Wing跟我說 這兩隻的貨 將會到 我馬上都入手了這隻 是啊 其實很多標迷 我之前告訴他們 接下來會出三篇 其實很多標迷 是不看圖 已經幫我留了貨 OK 因為很信得 山蟹出的款 和質素 是的 最主要就是 蝦仔就是山蟹 那些人經常說 去抄撈款 抄撈款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它是 就是在造標方面 真的有很多 深思的 比起很多其他 瑞士的Micro Brand 來講 就是單是這隻 機芯 所有的改動 我都其實是很 印象 尤其是 大家看 道處輪很漂亮 是 Mathieu 是啊 那你見到它 打磨得很閃亮亮 很漂亮 另外那三個霸的 計時的和 較時間 都是螺絲鎖霸 是 防水 都很好 防水是去到一百的 OK 做了藍寶石標鏡 三個計時霸的 都是做了鎖螺絲霸 嗯 嗯 OK 有興趣 這一對 熊貓的朋友 可以進來 大衛金揮 看看 這件實物的 阿Wing 好像現在 如果來 都要排 是嗎 白面 就已經 訂了 全部 我們都 接受 訂的 黑面還有很少量 真的要快手 其實 跟大家說 這隻黑面 其實都非常之美 最主要是 你九千幾元 買到一副 這麼漂亮的 改動了的瑞士機心 真是超值 九千幾元 那些 只看的樣子 就說九千幾元 貴的朋友 對標 應該都不太認識 那 我們的 Eric 哥 應該是 蝦王 是啊 都不需要看實物 已經漏了 各一 一蝦一白 那我自己 就 這隻白 戴上手 給大家看一下 在大衛出來 旺角 兩個站 很快 帶這隻 Style Heart 最新的 熊貓 在這個 商場 裏面 拍給大家看 真是 美得飛起 有興趣的朋友 就 入大衛金輝 找 Wing 和Matthew 訂這隻 Style Heart 最新的熊貓 拜拜